瞄准马六甲海峡 中国和泰国在联手暗渡陈昌吗 新加坡立刻老实了 大家好 最近这段时间西方媒体又开始焦虑了 他们分析最近的一些动向 认为中国马上要跟泰国联手搞一波大使 夺取全球贸易大动脉的控制权 这种猜测源于泰国新任总理佩通坦的表态 在8月18号他召开的首次新闻发布会上 佩通坦表示中泰两国之间有着深厚而友好的关系 在外界眼中 这意味着佩通坦会延续前一任总理赛塔的部分对华政策 加强中国和泰国的经济联系 而目前正在酝酿的就是克拉地霞的一个路桥项目 这个项目由泰国前总理赛塔提出 去年10月份他来北京参加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时候 就曾此事寻求中国的支持 当时网上也有过不少的报道 很多观众可能有所了解 总而言之 这个项目一旦投入使用 可以帮助轮船 避开马六甲海峡降低不少的运输成本 所以很多朋友将其视为破解马六甲困境的备选手段之夜 但现在的西方媒体觉得这个事情可能没那么简单 泰国很可能是玩了一手民修战道 暗度陈昌的把戏 既通过路桥项目引入中国 但最终要干的事情不是建路桥 而是修运河 运河的运输量和运输效率是路桥所比不了的 这样就能彻底改变马六甲海峡的战略格局 西方之前在新加坡的战略投入就成了竹篮打水一场空 而中国也将彻底控制新的全球贸易大动脉 所谓马六甲困境将不复存在 从泰国总理的一个新闻发布会 西方媒体能分析到这种程度 肯定是有人觉得他们想多了 过于阴谋论了 但是从新加坡的反应来看 西方媒体的分析还真不是没有道理 8月18日新加坡新任总理黄勋才 在新加坡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首次总理演讲 有一段话是亮点 黄勋才表示 虽然新加坡是一个以英语为共同语言的国家 但本质上还是亚洲社会 不是西方社会 他强调新加坡国民要保留亚洲人的精神风貌 和传统价值观 我们都知道新加坡最擅长的是在中美之间玩外交平衡 而且多数时候是以西方价值观来标榜自己的 包括说李显龙看似对中国态度不错 但几次访华基本没谈出什么建设性的成果 这就能看得出来新加坡的立场问题 但现在黄勋才在自己人的大会上用跌脚的中文强调亚洲价值观 为什么呢 因为他知道再这么玩下去 新加坡迟早要完蛋 而最让他感受到威胁的就是中泰这个可能存在的运河项目 当然了现在明面上叫做路桥 我们之前一直强调 现在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很多过去定下的规则都会被慢慢的打破重铸 新加坡这种既没有多少人口又没有什么资源 只凭借优越地理位置和平衡外交政策 就能够躺平的国家有多大的生存发展空间呢 主动转变和被动等死 看他如何选择了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